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我们进入犹太新年5784年 新的一年新的旅程 我们过了犹太新年赎罪日和祝蓬节 以及第八日的聚会和拓拉的喜乐 提斯利约的节期过后 我们该做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从令人振奋的气氛和欢乐中 跌落到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 但事实下下相反 现在正是我们真正开始充满活力的新的一年 我们正在把假期汲取的所有能力 带入现实生活的舞台 提斯利约的假期已经过去 但我们仍然有每周的安息日 它将照亮一周的每一天 每个安息日都有自己的拓拉跃动的部分 我们依靠一周的拓拉之光生活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我们将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等一起踏上创世纪的旅程 这些都是新一年开始的故事 创世纪的前半部 重演了我们刚刚庆祝的节日 拓拉的一些部分 都让我们对某个特定的节日 有了新的理解 本周的拓拉阅读部分 题目是起初 以世界和第一人的创造开始 并继续讲述他的犯罪 这也是新年开始的故事 在犹太新年 我们纪念创造的开始 吹向号角 暗示着人类的创造 上帝将生命的气息 吹进了人类的壁空 然后我们并没有像亚当那样陷入罪 而是悔改、回归上帝 并宣告上帝是我们的王 挪亚方舟的拓拉学习的部分 是关于洪水泛滥 世界被毁灭了 挪亚一家挤进方舟里 时间静止了 全家八口人确信 他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等待着神的怜悯 这也是赎罪日的故事 在赎罪日的这一天 人们近视并且除去 基本的物质需求 而是聚集在一起 像在方舟 方舟的西伯来文是 Tever Tever也有话语的意思 也代表人们这一天 聚集在一起 悔改、祷告 并且期待上帝的怜悯和宽恕 同时在赎罪日会阅读 约纳书 这也让我们想起 挪亚的拓拉阅读的部分 船上和鱼渡里的约纳 让人想起挪亚 肚子在方舟里 直到放出鸽子 预示着洪水的结束 正如约纳被吐出鱼渡一样 我们出发了 但没多久 大地就被洪水毁灭了 洪水过后 巴别塔的情况 变得更加糟糕 只有在创世纪的第三部分 拓拉学习的阅读是 Ledlehar 神像亚伯拉罕显现 吩咐他离开 本地、本族和富家 才实现了一个新的 正确的、稳定的开始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建立了与神立约的民族 洪水过后 挪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息 但亚伯拉罕一刻也没有休息 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不断地前行 这也是犹太人的秘密 他们从不满足于现有的现实 但总是渴望变得更好 做得更好 拓拉学习的部分 Ledlehar 是神吩咐亚伯拉罕 离开本地、本族和富家 他也讲述了祝鹏节假期的故事 我们离开舒适的家 在简陋的祝鹏里度过了一周 就像长途跋涨前往应许之地的旅行者一样 我们握住并且挥舞着在以色列土地上 生长的四种植物 向各个方向挥舞 类似于亚伯拉罕不断地行走和前进的方式 在珠鹏吉假期结束时 通常会宣布雅各上路了 现在是踏上旅程的时候了 以延续亚伯拉罕的离开前行 越走越远 用提斯利月假期的神圣之光 照亮现实旅程中的每一个角落 让我们再一次开始 我们的拓拉精神之旅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五七八四年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西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 学习陀拉 陀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Shalom Shorin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